各位朋友 你們好 過去的星期有些事情要搞 私人 公司也有些事情要搞 大家都見到我桌面比較亂 不是那麼未慣 不好意思 還有聲音有些老牛聲 因為還沒痊癒 因為病了 聲音還沒痊癒 但都要開咪講講 因為見到可白那件事件 應該都去到無彎 在說之前 我要先知聲明一點 我這條頻道希望發放一些正能量 就算我見到它好像走歪了 我也很想去救一下它 諸如此類的心態 去講這些事件 希望各位訂閱小弟頻道的朋友 都有品價那樣東西 這是我希望做到的事 總之希望世界和平 在它這件事件 根本上都去到尾聲 即是去到盡頭了 它們兩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它們這個新河太 我就這樣看 它應該有些很嚴重的 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事件 它真的有精神病了 它自己不知道的 因為它可能未看到我的頻道 還有如果有了這些症狀的人 你說什麼都不行 為什麼呢 它是充滿負能量的人 你一說它不好的時候 根本上它就會有十萬個反駁你 還有在道德上 因為其實我們大眾還是有道德 因為我們人類的社會 如果沒有道德 每個人去到佩劍的階段 就是你斬我我斬你 即是回到古代 受盛的時候 這位新河太 就是用了他反社會人格的思維 因為我看到他在那個 他自己的頻道 自己的頻道 就有很多事情搞的 就是他經常說 就是批評他那些 就經常說 你想一些善良一點的東西 其實你根本就是不善良 那你何來要叫人想一些善良一點的東西呢 那人家有時是說出你的缺點 其實是把錢放在你的袋子 不過可能是罵你 他是不接受的 因為反人格障礙 就是自尊心很重 這件事是他個人的 我的意欲就 希望還可以救到可白 當然也很難 因為現在看著可白所接收的資訊 應該都是被這個新河太 是完全控制住 即是他沒有新的資訊可以收到 他的資訊來來去去 都是來自新河太給他的 當然這個新河太要掌管一個人 當然有他的伎倆 如果是古代的就叫協池 協池人 你知道協池了的人 他的資產是給你的 當然有些人都說他是真愛 是的 我在這裡就說一說了 大家可能有反光 大家看不到 有位朋友就說 人家用錢買真愛和幸福 有多可憐 我就要講講 這位朋友正正暴露了 新河太的反社會人格障礙 三樣東西是前後矛盾的 原來用錢可以買真愛和幸福 即是如果你投答尾的話 用錢可以買幸福 這樣都還勉強 即是讓你過關 但其實都過不了 因為為什麼呢 在世間上面 在一個如果還有道德的社會上面 真愛是很崇高的 在社會上面 相信各位朋友都看到身邊 其實有幾多是真愛 很多都是吵吵吵吵吵 我過往的經驗 就差不多幾百個家庭 才有一個是真是過得很太平 即是在家裏面可以很和睦 大家是不會去怎樣爭吵 其實是很難的 可能幾百都沒有一 甚至乎要過千才有一 真愛這件事 在世間上面其實都說 其實觀念很簡單 就是同甘與共 即是苦難的時候一起 如果有榮耀 有光彩的時候就一起 這些其實就是真愛 和大家互相溝通 即是二合為一 這個叫真愛 我講過思維 二合為一 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 這才叫真愛 我講的是正面那邊 不是負面那邊 這位朋友 我都很想了解一下他 本身的家庭是怎樣的 因為如果你說用錢去買真愛 我就不申請了 你說用錢去買聖福的話 我又要講講聖福是什麼 這位朋友 都可能對世界有些了解 其實聖福是來自什麼 其實他的子祖是來自 某個宗教的男女雙修 其實男女雙修 原本就是指一對夫妻 如果他真是相愛 真正的相愛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金虎與共 又做福愛屋及烏 就是愛整個家人 這些才叫真愛 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男女交俠 這個才叫聖福 就是彼此會更加有快樂的真體 這個就是正宗的男女雙修的意思 不過現在世間上 就是拿來變成邪教 你看到男女雙修的反面 正面的反面 說一些邪 雜交 用性交去轉運 接著就是騙財騙色 這些在我們現今 這麼敗壞的社會 就是道德敗壞的社會 其實已經存在著 扭轉不到 因為這種敗壞是由人造成的 人的壽性造成的 所以為何以前古人 為何制定了一套叫做道德標準 其實真的很佩服他們 這些道德的標準 就不是咬紋著字這麼簡單 而是在你犯罪 犯了大錯之前 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這種道德的標準 根本上你不會去到最後 要犯大錯 要坐牢 甚至在古裏被人斬首 這些 所以道德是很重要的 並不是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些叫做道德 虛無主義 正正就是一些人任性 他回到一個壽性的時候 會任性 任意妄為就是任意破壞 任意破壞別人的東西 但別人破壞他又不行 這些就是道德虛無主義 我是不會接受的 因為這些就是 如果給我的眼中 其實是魔鬼的藉口 當然有些創作人就說 在創作上沒有分對同錯 當然是沒有分對同錯 因為如果你的創作 是你的意念的話 當然是沒有分對同錯 我簡單一件事 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有很多的人 不同的生活 比如 在設計上面 層面很多時候 用骷髏頭 但是有些人 覺得設計人 讓骷髏頭在家裡 不是很妥當 這就是每個人的思維 你接受到他就接受 魔鬼都有人奉承 對不對 神 佛祖 都有人奉承 就是兩派 對不對 你中間那些 他自己美化到自己 好像新河太 就美化到自己 是一個道德虛無主義的層面 因為那些反型格障礙都已經到這個 自己認為不分對同錯 其實是絕對錯的 因為他認為自己才是最適合 對不對 其實就是你 已經是自己有一個中心的思想 其實是包裝到自己沒有分對同錯 但是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對同錯 對不對 他自己已經透露出來 我分析肯定是負面那邊 好了 他們現在去到一個沒有彎轉的地步 剛才那位朋友所提到的聖福 我剛才解釋了 到底他們是否有聖福 我就肯定不會認同 因為他們現在處於一個 我當他們是一個熱戀階段 一個年輕子女的熱戀階段 其實有性衝動很正常 是嗎 但是是否聖福呢 那麼高尚呢 我看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由他們最近發出來的事情 做出來的事情 全部都是將他們的感情 即他們中間的遺繫橋樑 仍然都是那些利益的東西 物質的東西 那這件事是否真愛呢 仍然都是在追求那些幾百萬的錢 就是我在這裏呢 我就想說 他眼光很欠錢 因為如果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那塊錢不是你的 你最多就是做生意去賺 他賺回來 但是就不會說 那塊錢不是你的 我就去搶 可白當然都說那塊錢是他的 現在很多KOA都找了出來 基本上他的家庭貢獻就很低了 不好意思 又剪了一下 好 至於他說 他們男女雙方的交效 那種歡愉 是不是聖福 我就已經表達了 肯定不是 因為聖福的福報 家庭是很圓滿的 因為原本這個意思是說 你有了這種男女交俠的 真誠歡愉的時候 其實就是阻截了你在外面 黏花野草 而影響了家庭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會很專一地 去對待你身邊的伴侶 或者性伴侶 諸如此類 那是一個 整個家庭都和目 因為你不會搞搞震 其實這些大部分 在一個世間上面的家庭 都接受了 是不是 那 這位朋友 我就解答了你了 如果我可以說服到你 又或者是開解到你 開導到你的思維的話 我相信你的家庭應該會好些 如果你會反駁的話 麻煩你 就在留言中推一推你是哪位 你的家庭有多美滿 這些我就不要再這麼多時間去說 因為這些事情始終都不跟其他朋友的事 好 講回 新可 即可白和新何太 他呢 就 連高官 連翁正正那些都罵了 都很棒 我絕對要開咪 要跟他講一講 首先 這個新何太 已經去到反應障礙的接近頂點 下一步就是 如果他在社會上受挫的話 我相信他就去到我 標題裏面的可恨 即是他會恨他整個人生 以及不會回頭 他現在自以為是 就是說他自己擁有一塊的財產 隱藏了 他未表現 就以為可以適合 好像武則天一樣 可以毫靈天下 這種心態 絕對是一個農民的思想 在我眼中 是很低致 為什麼呢 你那塊資產 如果你說 用他的角度 野野都是用錢來衡量 你那塊資產 段股不會及不上局長 雍正正那些財產不多 如果你要付錢的話 即是付較的錢 付較的錢 別人看你 簡直就是地底來 你有多少 最多你在大陸那裏 有幾間房屋 我數了你 數了你 我當你有四百萬在這裏 當然他應該沒有 因為就這樣看 因為如果他有四百萬在手 都不會去強行 來拿別人那幾百萬 他現在呢 就去到目中無人的階段 你說出他任何事 其實 有些人都是想開導他 但是他的心態 就已經反映到 你說出我計劃裏面的事 一定是你不對的 因為你在阻擾我的計劃 是的 他的計劃是怎樣 在我上兩條影片我講過 是的 大家都回上去 好了 他現在 一來到這個階段 說真的 你社署房署那些 都一定會查他 因為你看到房屋處 處長都出聲 其實這個新鶴太 是很蠢的人 在我眼中 你連一個高官都出聲的時候 其實別人已經是立案 一定會查你 他這次回到鄉下 美其明就說 帶我去看見親朋戚友 但問題就沒有證據 是他這樣做 我懷疑他 我懷疑他的親朋戚友 都有機會是這樣的人 還有可能是各種東西 這個新鶴太 都是來自一個很破碎的家庭 他就說他自己的父親 是做中醫很高尚 我看不到他 有任何高尚的程度出現 即是這個新鶴太 好 其實帶可伯回去 我之前都想開咪 但就不開字 為什麼呢 我都有點擔心 這個可伯回不來 其實 他們是否可以相依為命 我就不會批評他 可不可以相依為命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有機會是有一份感情 都有機會的 這件事我們局外人 就不可以批評他 不過他的做法 就牽起到我 有一些感覺就是 他現在就肯定 當這個可伯就是一個附屬工具 總之有什麼都叫做可伯幫手 相反就是把可伯變成一個工人 甚至乎以這個新鶴太的人格障礙去看 這個可伯隨時都變成一個聖盧 即是古代的聖盧 也有可能 因為新鶴太斷古 以他現在這副專用 都很難找人跟他交合 正路的人都不會 至於他是不是真愛 就由他的行為 我就斷定應該都不是 因為就發會見到真章 我現在就分析他的真章 是什麼 其實在社會學上 以前有一套機制其實挺好的 怎樣去分析一個人 他由他平時的生平收為 去到他滅亡那時候的過程 其實在社會上分析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業重 不是業重 因為坊間就將它變成業重 就是你正衰仔 就是業重 第一件事就是業重 它是什麼呢 就是你種出來的業 即是壞事 你做出來的壞事有多少 又或者和害的根源是什麼 這就是分析 接著就去到業緣 因為你做了一些壞事之後 當然會有一個 制愈 或者是你做出來的事情 它就會演化到其他人會怎樣 這個叫業緣 好像這件事 和害一定是 和害的 一定是錢的 那 那 那 可柏 周圍跟別人說 他自己幾多幾多事情 即是很自豪 那當然 可能他還有一些 物業 那些事情 只有這個新河太才知道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這個新河太 還是要 抱著他身邊 那 這個就是一個動機 那 和根就是一塊錢 或者一些物質上面的東西 這個新河太就信奉這個 萬惡的金錢教 即是他認為 錢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東西 那他因為他沒有外國人的思維 因為外國人的思維 就比較 我們黃種人開明些 即是我們中國人開明些 因為外國人的思維 就不會看你有多少錢 那外國人都很有階級觀念 但是外國人的思維 就不會說 我看你多少錢 和你做朋友 又或者有錢的人 就不會和窮人做朋友 即是不會是這樣 因為他們的思維 就是你有錢 其實你關過什麼事 對吧 你有錢是你的事 做朋友 是不應該用錢 這個就是外國思維 還有你有錢 你也不會蛇我 這個也是外國思維 所以 外國人的思維 而這個新鶴太正正表露了 中國人其中一個醜陋的面 他種了這些葉出來 那禍根就是夠錢 他一定要拿到手 因為那塊錢不是他 所以他就拿 他根本不是真愛 因為你真愛愛也及惡 即是你可怕的子女 其實某程度上 都年紀大過他 其實你年紀小過子女的時候 那是否應該 其實你應該是當人 即是可怕的子女 當然你覺得沒有關係 那你可不可以當他是朋友 家人 這樣相待 這些叫做愛有及惡 這些才是真愛的表現 但我看不到他有真愛的表現 那他的禍根 即是他仍然都在想著 其實他的源頭就是這四百五十萬 好了 那他跟著 就業員出現的時候 即是他做了壞事 其實可怕 都是做了壞事 才會導致到這個業眾 發揮得這麼淋淋盡 甚至因為這個可怕 他的業眾是什麼呢 就是周圍跟別人說他有幾號 多少東西 因為不是他 不是他 這個業眾 引申到業員 就是他認識了新河太 認識了新河太的時候 那業眾就發揮出來 這個是統計學 劇情就會這樣去 所以我分析出來的東西 為什麼可以知道他未來會是怎樣 其實這個如果 即是各位朋友有興趣 其實可以在社會學上 可以探究一下一個學問 即是這是一個專科 那那個業員 當他們互相影響的時候 來了 發揮那個業眾的時候 就會發酵 因為業員的時候 他會將業眾發揮得很大 因為它是一個過程 好了 引申到他這個業員 就會變成為了這個業眾 就爆出來 就是我要怎樣拿錢 發酵到整個香港 或者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中國人是多麼醜陋 原本就是說 新河太 龍女雞 即是沒有找東章的時候 原本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你自己做 你做不做到 是自有公義 去規判你 但是你一上到東章之後 就關我們全部人的事 因為我們是黃種人 你現在很肯定是一個很壞的榜樣 但是他是佛口蛇心 他整天的樣子好像懶得意 但是他很惡毒 經常叫人想些善良的事 你正正就是不善良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引證了一個證據 你不善良 這就是證據去指證你 如果你不是作業的話 如果你是做一些福報上的事 根本上沒有那麼多人說你 每個人都覺得你很堅持你 這份真愛還要表揚你 是吧 好了 那葉原其實就是一個炸彈 那它一爆的時候 爆了好像他們現在的情況之後 就會去到第三個步驟 就是叫做業果 業果就是說 你的業源產生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叫做業果 現在這個新河太 就連這個高官都說 人家是廢的 雍正正的牌子 就不知道怎麼考回來 即是他覺得他比雍正正更厲害 比局長更厲害 那麼他就沒有看到 為什麼局長一做事的時候 哇 很慢人空岸 你看其他這些KOL 一說局長的時候 哇 那些收視十幾萬view 幾十萬view 為什麼會是這樣 他沒有衡量過這種事情 因為他是智慧味道 因為他現在已經去到一個 叫做業果的階段 業果的階段就是正正 這些作業的人 一個拿回來的結果 那麼他會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他一定是很煩的 之後他現在雖然 他這次回鄉 我當他真是回鄉 實際上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地方 都不知道 回鄉的時候 其實他都有很多動作 他有機會 是將他的資產、物業 都有機會轉給他父母 或者親戚 因為未露面 有機會是這樣 但是 如果他沒有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者有做都沒有用 為什麼呢 他上面有一個調查機制 都是講你的動機是什麼 譬如他這次上去是轉名 轉給別人的話 其實他有個時間在這裡 法律層面就是說 你做事之前 你就要負責之後的時間的責任 這個就是法治的社會做的事 但是他想的正正就是人治社會的事 那麼他有做和沒有做 其實結果差不多 那麼他如果在國內有資產 或者是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他都用其他方式去再轉 那麼當然了 這個可伯就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他做了什麼 因為他現在都代入了激情的溫柔鄉 裡面什麼都沒有 他是一個虛學 他表面好像說 這些東西我要爭取爭取 其實都是被這個新河太 慫恿出來的 因為這個新河太 完全地控制了他 其實他表面覺得自己很高張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控制了一個人 那個人的東西就是屬於你的 那麼這個東西其實在 麥克蘭粥裡面 是其中一個學問 就是很多人與生俱來都認識的 這些東西 那麼這個東西 就是不要去浪費時間去評論 那麼他那個業果 很肯定就是他之後很煩 因為為什麼 法律層面就一定要追究 因為他現在犯了幾樣大忌 就是一個叫公眾播放 而影響社會層面的公眾廣播條例 他現在隨時是踩界踩得很厲害 所以他經常都說 你想一些善良一點的東西 就想著自己不是踩界 其實在一個公眾的播放裡面 如果你存在著一些不良的意識 尤其是在YouTube裡面的影片 你存在著一些不良意識的東西 YouTube會先標籤你的影片 換言之 就是說社會會標籤你的影片 他就在社會上 散播自己思維的理念 當然了 魔鬼都會有擁有者 我就不是了 你看到有些人都很支持他們 那些 我就不評論他們那種價值觀 但是小弟的價值觀 就是全世界的價值觀 希望新何太也認為這種價值觀是好 如果不然他就很嚴重 再用他現在的反社會人價價值觀 再走下去 他隨時犯幾條罪一身 然後有了案底 或者他以前都已經有案底 這些可能警察會查 有了案底之後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有些要簽證的國家去不到 你說想做生意 有些生意夥伴不會跟你合作 銀行都未必會貸款給你 就是此類的 他這些行騙的行為 好了 那個業果 首先 就是剛才說了 他會被法律層面去控制住 去查他 他就以為自己就橫行天下 但在法律面前 你除非有很多錢 有很多人去請大律師和你去打 否則你就會很煩 因為譬如現在你要追 這四百五十萬 你要去高院去追 我之前那條影片說了 你怎樣都要付錢給律師 基本上要嘔吐出來 好了 講到這裏 他的業果 已經有兩個事情是不會成功 甚至乎去到第三件事 就是他會被萬人推去罵 當他一失敗的時候 一告鐘的時候 萬人推去罵 因為他露了樣子 那樣東西 其實真的很蠢 那些事情 你就會標籤化了 但放行魔鬼理念的人 他會覺得很自豪 我曾經威風 這些有他的威風 之後的業果就會產生到最後一件事 我待會再講最後一件事 已經講了三件事 萬人推去罵 然後 第四件事 那個業果就是 他一定會牽連到他所謂的兒子 那個兒子不知道是不是他 由頭到尾都 因為沒有證據說是他的兒子 這個可能隨時要訓DNA 不過姑且是 先當是 那 那 那個業果就會落在他兒子裡 估讀他的兒子現在 好像很拜過媽媽 很盲目去支持他媽媽去犯罪 但我也很想在這裏 希望虎毒就迫弃而 這個年輕人 他的價值觀 即是看他的GOL 找出來的東西 都是扭曲了少少 但我看到是還有一塊的 為什麼呢 這個年輕人可能他 他本身是有些自閉的傾向 因為我家族裡 我家族成員都有這樣的傾向 但他介乎在正常和自閉之間 其實這種小孩很聰明 但他不懂得表達 他表達出來的東西 而且這種小孩很容易被人誤導 而且被人誤會 因為他們不懂得表達 做的事情就是一個人去做 至於他依靠的是什麼呢 我以為是沒有什麼朋友 就這樣看 就是依靠在他媽媽上 所以他媽媽說什麼 他就認為是什麼 這件事我就覺得是很可憐的事情 這個小孩我希望是 他都看到我這條片 有內心聽到我這個位 這個小孩他18歲 希望還有一塊 最後還有一塊 這是第四樣的業果 好了 其實還有第五樣 第五樣就是 被人誅諸死地 這也是其中的一個業果 這件事我現在看到 就開始來了 這件事當然如果針對他的人 都大發人心 這件事我不是很希望發生 因為他始終都有一個人 一個人 就是在我理念裡面 始終都是有些善良的東西 但是我們找不到他的善良 還有可否矯正他呢 這件事是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 好 他以上的業果就出來了 即是他輸就輸定了 然後最後第四個步 就是業步 業步就很嚴重 業步就是好像 練武功一樣 練武功 即是把前面的三樣東西 混合一起 變成業步 你說大不嚴重呢 業步通常就是 在他滅亡的時候出現 我現在都看到 他現在的業步 都沒有了 即是沒有得救了 即是他的業步應該都是 要遠走他方 因為他現在的想法 其實都是這樣想的 即是香港不行就回大陸 想就是這樣 但是他可惜想錯了一件事 因為如果是司法機關出手的時候 大陸那邊一樣是司法機關 一樣會將你變成罪犯 尤其是在大陸 他認為你是罪犯的時候 他一定是查到你乾乾淨淨 分分鐘抄家 這件事他沒有想到 這就是業步 因為業步是什麼呢 是除了他自己本身有個報應之外 會牽連到整個跟他有聯絡的體系 甚至支持他的人都會影響 因為業步就是把之前三件事 整個原子彈爆出 這件事我不是很想見到 希望在這裏我可以救到他 至於他可白一樣 他的業果跟舊宣燈 其實這個新學帶也是一樣 但是他的業步就很慘 因為業步就是 難聽說的 他叫做林老過不了世了 這件事是很難搞的 我現在在這條片裡 希望可以盡最後的一個努力 救一救新何態 如果你真的看到我這條片 如果你不想業果和業步出現的時候 因為現在正在來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洗心革面 洗心革面 其實你可以拋開所有 所謂要追的錢 因為段古力現在 還是風衣足食 我看到 其實你現在擁有的東西 在業果出現的時候 起碼都減半以上 就這樣看 然後你這類型的人 自然會認識到另一類型的人 會和你做同一樣的事情 這就是業步 當然物以類罪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 你一樣會和現在這個情況出現 因為業果出現業步 它又會再循環 所以做壞事 我們是要有責任去承擔 要扶負責任 沒有人沒有做過壞事 在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都做過 但是差錯到去 有多離譜 多離譜 所以希望你看到我這條片 我這個是救你最後的彎 就是最後的片 至於他的子女方面 因為他業步來的時候 他的子女 如果他的子女還有人性的話 其實都不太受 因為這個可白 他業步來的時候 多數都是臨老過不了世 你現在不要看他 好像懂得說話 諸如此類 因為我看到他的身形 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他吃的東西 應該都是很重味精 很多古古怪怪的東西 你看到他的臉 這些位置開始有些腫 本身的身形就暴漲了 即是漲了少許 不是暴漲 漲了少許 那就糟糕了 因為本身有高的壓 一來這些東西 就短幾年了 已經短幾年了 當你一百十歲 可能你還是剩下不太多 好 好 自己的子女方面 其實從上面的步驟去看 這個步驟不是我發明的 而在社會學上 一早就已經在這裡 這個步驟 那個業種 是那塊錢 其實我也有些意見 我現在在這裡 純達過這段影片 有少許長 都不要介意 各位朋友 我想跟這五個子女 講一講 既然業種是這塊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 豁達一點 因為我看到這五個子女 其實都不是很急著錢去什麼 其實我覺得不用抱著這塊錢 如果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 小弟的做法 如果我是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我家裡 其實很簡單 一件事 我會把這四百五十萬 甚至乎金色 我全部賣掉 四百五十萬 再賣一賣金色 我當你有四百八十萬 或者五百萬 五百萬 你五百萬 你不用分什麼 首先 每人 如果是領取媽媽的心意 其實 因為你的子女 我剛才已經講過 都不是很等錢開飯 不如做一個福報 不是業報 是福報 福報的事情 因為業種 也有一個叫福種 相反就是福種 福種 其實如果以我小弟的做法 就是我會把這塊錢 首先領取媽媽的心意 每人拿二十萬 其實這都是心意 你只剩下四百萬 剩下四百萬 好了 老爸那裡多些 留五十萬給他 五十萬怎麼都夠過 因為他就算是怎樣醫病 在香港 有補貼 我當他三十萬是醫病 他二十萬都過世了 好了 接著五十萬就做這個定期 五十萬做這個定期 定期那裡當然沒有以前那麼多錢 但是那個定期的金額 都是由得給他日常使用 好了 還有三百萬在這裡 三百萬 如果我小弟的做法 要是將他分成十分 要是將他分成八分 五分 諸如此類 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個福種 如果小弟的做法就是這樣 一個福種就是說 現在地球這麼汙染 我拿去種樹 那些孤兒這麼慘 我捐去孤兒院 津貼他就輸了很費 好了 接著那個毛國界醫生去醫人 是 我們去捐過去醫人 就用舊河太的名字 譬如那些動物協會 你都可以的 什麼都可以 總之是好東西 這個叫福種 好 你用舊河太的名字 舊河太的名字 他在九泉之下 其實都很安慰 因為你現在這件事 有很多社會上的傳媒 KOL 都在說你這件事 你如果用舊河太的名字 去做這些福種事件 如果小弟這個做法 其實舊河太的名字 會名流清是 因為很多人去宣傳 就會覺得你這件事 真的好東西 真的做得好 這樣的時候 去到那裏 如果這個新河太 知道你們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留在伯伯身邊的時候 當他是真愛 因為你沒有什麼爭 你爭什麼鬼 還是不是才沒有什麼爭 因為你已經宣傳了 還有這些事情 你最多爭 就是爭了幾十萬給爸爸 但是這塊錢就不拿 因為你法庭上 其實你可以判你的 可以是呀 對呀 可以不拿 其實這些事情 你掃出法律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正面的法律 就是正義 都會批准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抵消了業種 諸如此類 再去的時候 在伯仲再去 就是跟業種相反 那四個步驟 其實相反正面 現在是正面的四個步驟 基本上你們 就算不是家庭那邊和睦了 起碼你心理上都安慰了很多 只要大家灑脫一點 如果小弟是這樣想的 我只不過是用我做的方式 並不是叫你們這樣做 要不然有些人說 你煽到別人這樣做 因為有些人看錢很大 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那個福報是大很多 因為你只不過是 如果現實的角度去分析 你只不過是用了幾百萬 就已經買到一個名流清市的名字 其實你做廣告幾百萬 都未必做到名流清市 對不對 其實現實上是很便宜的 其實現實上是很便宜的 而且你都會突顯到一件事 就是 唉 就是 家庭散到這樣 如果你說 很便宜的 我去做善事 用了幾百萬 而令家庭再一次和睦 小提認為就很值得 因為你在一個世間上面 有什麼是比家庭重要呢 雖然我很奇怪 我覺得有些家庭都是為了 一個是錢 一個是名利 有些人就會在家庭上面 用他自己的身份地位 壓住其他成員 好像自己高高在上 這些我都覺得是很無稽的 好了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這麼多 希望各位都冷靜去分析一下 他那件事的結果都大約上下 因為他的業報一來的時候 這個新河太就會大縮水 自己大縮水 到時應該都現形 在這條片裏面產生出來的東西 我就希望 可以盡最後一夜 救到這個新河太 我也很想你真是真愛 因為我也很想這個社會上面 真的出現一種真愛 大家都風雨同路 愛又及烏 和和世界和平 我也很期待這個神雕俠女 在現實裏面再一次出現 你做給我看 好 各位朋友 因為我聲音是差一點點 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都Like我的頻道 因為我的頻道有很多我喜歡的東西 我會陸陸陸陸陸陸上傳 因為我做的範疇很多 我也想把它分享給大家 大家請去我有一個playlist 大家可以playlist一下 我上傳的影片不會太多 因為做一條影片也需要時間 還有我平時要做一些創作上的事情 都會用時間 希望我的頻道可以帶給大家的正能量 至少大家聽完之後 希望你們的心靈會舒服些 這就是我的出發點 我知道支持我的朋友 因為我都看到訂閱的幅度都大了很多 我相信這群支持我的朋友 都是一些善良的人 我都希望你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聽我的東西 就比較在心靈上有些正能量的得獎 好了 長話短說 都押了很多時間 不好意思 我們下條影片見 我接下來就會分析這個金手指 還有會賢明熙的歌 因為我希望它達到國際巨星 還有其他事情 我們下條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拜拜